这边是国会大厦的这个路口 我现在就在这个德国的国会大厦的这个后面啊 盖子非常的虚伪 当年这个一位共产党人不小心在这个国会门口放了一把火 火势其实很小 但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党 利用了他们用人暗地理由将火势扩大 焚烧了整个国会大厦 并且借此嫁祸给了德国这个共产党 由于嫁祸给了国民共产党之后呢 这个希特勒借此呢获得了巨大的权利 因为国会授予他了一些特殊的法案 可以让他确保国家的安全 那么希特勒根据这些法案呢 最终取替了德国一切极大政党 并且把所有的权利渐渐地收归在他自己的手中 那么像我是研究德国德国的 研究纳粹德国的 希特勒全胜的时候 他的职务达到了国家总理 国家总统 后来他把这个合并为国家元首 挡的一把手 同时又是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总司令 达到过这个职务的 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叫华国锋 华国锋在毛主席去世之前 是国家的总理 毛主席去世之后呢 借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 成为国家主席 后来又叶金英又把军委主席给了他 最终华国锋 职务相当于这个是希特勒一样 独裁者 可是他又没有做到独裁 这是中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 为什么华国锋拥有如此大的权利 却没有做到独裁 而希特勒却做到了 这就是国会重团 国会重团上面那个顶啊 以前没有是后来盖的 据说是可以上去 上去之后呢 可以 你看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啊 里面是有人的 看到吗 得走动 因为现在这个楼啊 还在办公 也就是说呢 它表示一种民主 民 这个民可以走到这个顶上 观察底下这些工作的这些人员 也就是说呢 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在我们的脚下的 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你们是给我们服务的 这个寓意非常好 我在想啊 什么时候中国的中南海上面也能再加一成 然后中国可以监视这些什么国家领导人在干什么呀 你们天天是不是在办公啊 那这样的话 中国就真正的往民主又迈向了一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嘛 制度的话 它是一种制度 但它也给有一个形式啊 也给有一个所谓的图腾啊 你看人家这个图腾呢 就是这个玻璃球顶 觉得非常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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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